这个是同学问的数学题目 好 我来解这个题目 我们看啊 里面已经有提供了一个表格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这里要用的是274 274 这里啊 273 274 274 05 2 2 5 回大于274 5个0 大于 273 9 4 7 5 6 这样子没有错 那么因为 这个是5234的平方和5235的平方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帮他开根号 第一步骤是先写那样 然后再来是开根号 开根号 开根号 开根号之后呢 这里呢 这里呢 它会是5234的平方 开根号 这里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根号 2 7.4 乘以10的6次方 这里是5235的2次方 这里跟这里消掉 嗯 因为同学没有上过我的 平方根的 课程 所以 这里就 以后再跟你讲啊 那我们这就写5234 这个10的6次方开出来会是10的3次方 里面是7.4 这里是5235 好 再来是同除以10的3次方 同除以10的3次方之后就会变成5.234 好 那么 题目是说 根号 27.4 会等于 A.B.C.珠 那么 它会比234大 比5.235要来的小 所以我们说 这个 A呢 A等于5 B等于2 C等于3 猪等于4 它要比5.235要来的小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比它小的是5.2349 对不对 是不是就比这个0.235要来的小 2347 2346 所以我们这里是选4 不能跳到5 A加B加C加柱 5加2加3加4 7加7等于14 其实同学你在这个地方已经写的差不多对了 嗯 你先看看我这边是怎么讲解的 拜拜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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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